我們進入簡報33頁 剛剛我們都很單純就是按一下燈就開關而已對不對 但是這樣功能還不夠 遙控器有比較多功能有沒有 所以呢現在我們來換一下 好進到這邊你要記得要先停止喔 不然這邊有沒有發現不能換 好先停止一下程式喔 那你把這個呢換成遙控器 這樣有沒有一個遙控器出來的 那遙控器的時候按鈕比較多 還有一個小小螢幕在這裡 另外它下面還有滑桿 這裡都有齁 所以你現在找到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好這裡我就不要囉丟掉可以嗎 這裡我全部丟掉就只留這個硬體的部分 你看我左手邊有沒有只剩遙控器 好現在你就可以來試看看 把這個遙控器的按鈕拿出來 你看這裡有沒有全部功能都在 但是老師注意一下第一顆是什麼 不是零喔 是誰黃色 黃色 不好意思要不要下課 哈哈哈哈 這個是不是這個 好 那假設我用E好了 我如果按了E 我希望我的LED燈會亮 所以我就來這裡發光元件 有沒有各位長大的喔 有分類喔 LED燈有沒有按 拿出來 這樣可以 那我希望更好一點 就是我按下去 遙控器 螢幕 是不是也可以顯示開燈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 老師如果家裡面遙控器 你會發現一個問題嗎 我們現在遙控器 大部分是不是都沒有螢幕的 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按到 你就一直按 一直按 這樣有沒有很討厭 哈哈哈哈 所以如果遙控器 它有一個小螢幕 我就知道它在做什麼嘛 好所以你看喔 那一樣這是網民互動區 所以一樣找這裡 有沒有遙控器螢幕顯示 是 欸你就把它拿出來 但是顯示的內容是我們自己打 那這個呢 就是一般層次都會有的功能 叫做字串啦 所以我們就不用找這裡囉 要找哪裡 基本功能 有沒有文字 點一下 這裡是不是可以自己打 好拿出來 好這裡叫開燈 這樣了解 好 那我家有一個開燈 我可以再做一個灌燈 請問基姆可以複製嗎 可以 可以 所以我就點到它 按滑鼠的右鍵不要放 嗯 有沒有複製 好 這樣子 放在下面 當我按下2的時候 我希望它變個灌燈 好那我再增加一個囉 按右鍵不要放 你都一放開有沒有 網頁的右鍵就跑出來了 好所以我按右鍵不要放 好 按一下 那我現在再增加一個 如果按3 可以變閃爍對不對 好這個我先拿掉 拉掉 閃爍就不能用它 要從這邊 這邊會閃爍 對 好放進來 這個 叫做 OK 那再加一個 這樣有沒有功能就越來越多了 嗯 好那我這邊 0.2 我們就實際測試一下囉 來執行 現在呢 這個打開 按下1 有沒有開燈 按下2 關燈 按下3 0.5 對不對 按下4 0.2 快一點 關燈 快一點 好啦 交給老師囉 好 所以呢 您可以先試看看 啊不知道的沒關係 反正你知道下面這裡可以按 這樣可以接受齁 好